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的想法问题 天气越来越冷啊臭宝一定要注意身体 第一个臭宝说这个看一下这个垂丝茉莉怎么了 一般这种发黑啊都是说是冷 你的话说怎么就会冷了呢 你要明白啊 一般正常来说垂丝茉莉啊 暴晒啊或者是气温的骤降啊 都会一夜的出现这种的发黑 明白吗臭宝 所以说花姨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晒的 反正就是两个原因 你看一下 如果说是晒的话就要折阴 你要垂丝茉莉的话它洗光吗 它洗光 但是呢需要短日照 尽量别超过八个小时 不要太强的光照 还有一个呢就是怕冷 像这种如果说你找到原因了之后呢 进行一下修剪 然后正常养护之后呢 进行施肥就会好很多了 像个周宝说老花姨 你看这个用个什么药啊 一般这种呢都是红蜘蛛 就是背面长一些叶满之类的 像这个呢你有条件的花园 你就用水给它冲洗冲洗叶子的背面 然后呢打一些个杀满剂 你比方说带满字的 打满铃啊 还有不带满字呢 就是一些阿维菌树啊 或者一些莲本净子啊 螺旋遗子啊 这些都可以啊 下个臭宝说老花姨帮我看看 这个太阳神咋的呢 这种不是大毛病 你不要盯着叶子有一点不好 它就是病 你看整体 你看心长的叶子 别总是看一些个老叶子 要老叶子谁还不 你看我没种的话 你看这种叶子背面 它也是不好 你看心长出来的叶子 看植物的整体 对吧 你不要总是揪着 那些个老叶子不放 一直开玩笑 跟画面说 你看你结婚了 你说你那前女友咋的咋的呢 这有啥意思是吧 懂这个情绪就行了 正常养护即可 现在一般是怎么弄呢 一般是虫子咬一口 吃了一下 不好吃就走了 知道吧 像这么说 你看我这个三颗都这样 是怎么回事 这个一般这种叶子皱皱巴巴的 都是继马 还有一部分原因呢 就可能由于营养不良 或者是肥大 有话说 老花姨营养不良 和肥大怎么还能扯到一起 你又给你打个比方 有的人看着很胖 其实它营养不良 它那叫肥胖症 明白了吗 就跟你这个花一样 你看着这个叶子很绿啥的 它其实是缺了微量元素 导致它长不开 常见的在农业上面 叫什么卷心症 烂心症 它长不开心 明白了吗 懂这个事就行 虫害或者是缺乏微量元素 怎么办 修剪 长得不好就给它剪掉 重新长就行了 然后该补肥料的补肥料 别老是 有的话就是用一些个 怎么说呢 你像类似于这种 蛋铃甲复合肥 就类似于三元复合肥这些 你时间长了 它就不行 明白了吗 就跟人一样 你天天抱着大馒头 吃咸菜 时间长了就营养不良了 懂这个事就好 下个周宝 你的杜鹃怎么回事啊 杜鹃以前的时候 之前是缺水啊 之前是缺水 之后呢 是得了一些个病害 就是病菌类的 我之前我做过一期 这个关于杜鹃的事 这个打一些杀菌药 用一些帆肥水 好吧 拖盘里边的水 别老是存着 不好的叶子 有耐心了 就给它揪掉 或者是修剪修剪 这些花包够呛能开了 懂这个事就好 该施肥施肥 该杀菌的杀菌 好了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记得点个关注啊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 很多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白的车房